大家都知道,生人就是那些用生命来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的人。 由于我国人口比较多,所以说服兵役是不是强制性的,全凭自己意愿。 但是只要你当了兵,那就至少要服役两年,两年后,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,可以继续留下。 然而两年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短。 特别是部队环境的特殊性,军人们在部队待了两年,退役后很有可能就和社会脱节了。 有很多军人退役以后就比较迷茫,不知道该做什么,感觉像被这个社会抛弃了。 因为在部队和在社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,有不一样的目标,不一样的生活节奏。 在部队的生活相对而言是比较规律的,一般都是各种各样的体能训练。 然而回到社会以后,就要开始工作,养家糊口。 如果没有一定的技能的话,也不太好找工作。 特别是一些农村去当兵的,退伍后又重新回到农村。 虽然部队上会给相应的安置费,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的话,退伍士兵的生活就会变成一个问题。 其实作为一名军人,不管是他们自身还是家人,都为他们是军人而自豪。 他们在自己二十出头的年纪,愿意奉献出自己的青春,甚至生命来绑家卫国。 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荣耀。 国家考虑到相关因素,有很多资源都会向军人倾斜。 比如说,很多医院和机场都有军人的专用通道,还有很多景点,都是对退伍军人免票的。 但是还不。 只有这些,今天小编来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军人的福利有哪些。 第一,退役金。 相信大家都知道,军人退伍的时候,会拿到一笔退役金。 这笔这个退役金的发放对象,主要是那些退役后,需要自己小工作的士兵。 而这个发放标准,主要是根据服役时间的长短来的。 服役的时间越长,退役金就越多。 一般来说是标准是四千五百亿年。 所以说,如果你服役了五年的话,那你退伍的时候,就能拿到两万两千五百元。 第二,退役后的生活补助。 毕竟在部队待了好几年,不可能刚退役就能找到工作,所以,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期。 在找工作的这个过渡期,国家是会有相关的补贴的。 具体标准每个地方可能不一样。 这个补贴通常是每个月一发,当然也有可能是一次性全部发新。 虽然说每个地方标准不一样,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,所以,请广大退伍兄弟们放心。 第三,抚恤优待金。 这个补贴针对特定的对象,主要是那些在1949年10月一遇参军入伍的军人。 考虑到,他们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所以,国家特别要求这些退伍军人的生活待遇,高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,每个月还会发放一定的抚恤金。 第四,退伍养老补贴。 退伍养老补贴很重要,因为这个补贴,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退伍军人的晚年生活,不至于太凄惨。 当然,这个补贴的标准也是根据服役的时间。 长短来看来的,时间越长,补贴就越多。 如果你服役两年的话,那么在你60岁退休以后,每个月就可以领得20元。 虽然两年的领得不太多,但是又总比美友好,你们觉得呢? 再次听 Haddui Jeez。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